2020年9月15日大脚星光之联合会 大脚星第207号启示 恐惧是2020年地球上最大的流行病 传导Morogobrine 我们欢迎所有来到物质层面的高龄 我们欢迎来到光、爱、欢乐和欢笑振动场的所有人 我们欢迎加入光之星际联合会的所有人 我们在这里 我们和你在一起 对集体的攻击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的 你们的领导人所带来的氛围取决于恐惧频率 飞岸金字塔发出的信号直接进入了人类的潜意识 从而激发了战斗或逃离反应 恐惧会引起压力、焦虑和紧张 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源于恐惧 我们的反攻行动于2020年在盖亚的扬生时间开始 我们对结果感到很满意 许多人不愿再重新接入黑暗金字塔 在工程构造上他们称之为矩阵的那个东西 被支配、服从、沉睡 再被支配、再服从 在物质层面上 许多被启发觉醒的人已经逐步废除沉睡算法了 在现实世界中 由光之工作者领导、倡导和支持他们无所畏惧地寻求真理 将光辉照进黑暗 让其他人跟随着光 数十年的线性时间就是用于唤醒人类在矩阵中的神性 玛雅的觉醒时间表已成功地确定了2020年及以后的集体地位 恐惧之灾是起源于执政观的星际振动 是人类层面真正的传染病 人类的集体意识在神圣之光中被激活 大规模地进行着强烈的转化 行星对准地球造成的强大作用 是光之联合会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据我们所知 没有其他星系有过这样的经历 正是盖亚女神的狂怒激活了撒旦领域的扬声场 让地球这个小小世界被如此的关注 在时空连续体结构中充满了重大事件 这些重大事件在这些空间中留下了痕迹 战争发生在人类集体周围的所有维度领域 扬声场是强大的光明与黑暗力量对抗的战场 这是一场震动拉扯的战争 拔河很快就要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我的朋友们 在这场战争中 人类集体陷入混乱战斗频率的漩涡中 机器把恐惧嵌入到物质层面上 每个生物的内心 思想和灵魂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2020年跟1944年相比 有更多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 我们了解到 光从盖亚内部深处散发出来 改变了极地磁场的磁性 并使你体验的现实层面 与行星动力学的量子磁性保持一致 你的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但是在短时间内 一切都还不会很明确 恐惧之物让视觉 听觉和除了第三眼 和真心自信以外的 所有感知都模糊不清 穿过黑暗的山谷 我们看到天使 正在护送你们每个人 激活身 心 灵神殿内的心之空间 可以照亮心灵 并使灵魂脱离恐惧之链 解脱与扩展 一切都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家庭中 社会中 教堂中 对恐惧挺起胸膛来 坚信自己 必将扬升到光明 欢乐与和平的层面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都会发生 光之城市 正在深层次中被建造 并通过开拓者 真相宣讲者 引路人和光之传送者的激情 和对未来的明晰 在物理层面上显化 我们看到盖亚内部 发出的所有光与地面的光之工作者 所形成的光合并在一起 开阔的胸怀 内在的力量和能力 使人们的心灵产生光辉 了解神就是了解自己 当两者都了解时 恐惧就被我们消除了 大天使们就围绕在穷顶以上 他们确保在量子场内的 每一个角落的所有黑暗 都与光明相遇 天使麦田守望者 确保所有的黑暗都留在黑暗网格和黑暗矩阵中 如无意外 没有任何一点会露出来 恐惧是传染病 良药就是照顾好自己 对自己的爱可以治愈它 人权反映了宇宙定律 是诞生在盛大游戏中的 每个存有的神圣权力 选择权是这个游戏的核心 黑暗在阳生场中占有依习之地 它是其中一个选择 红色药丸 蓝色药丸或是黑色药丸 所有人在量子时间里的每一天 每一刻 每个当下都有选择的权利 黑鹅计划由阿努纳奇启动 通过选择 从而转变为黑暗 我们极力保证 这个选择在每个人心中都是真实的 如假包换的和诚实的 精神控制 使至高无上的集体意识变得无能为力 以双新月为中心的满月就是光降临地球的迹象 太阳神在他神圣的男性气质中恶变 他要报仇 他的男性本质受到挫败 颠倒 扭曲和日渐腐败 以男性为核心的男女平衡被溶解了 在矩阵中转化为战友 执念和感染 这使所有存有神圣中的神圣之水都受到了污染 当你穿越次元朝着光进发时 我们会在这里指导并爱护着你们每一个人 阿努纳奇已把物质地球与他们的人民的较量推向了新高度 我们会在这里与他们见面 在多节经文中 人类的心灵都是晶莹剔透的宝石 源头之光的创造力和激情火花 深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大觉醒就是在内心的黑暗中点亮这个火花 魔鬼不仅试图熄灭火花 而且还试图使你完全看不见火花的存在 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东西呢 看不见的东西无法寻求 这是魔鬼的哲学理论 虚假信息已经上传到黑暗矩阵中 在网络和思维控制矩阵中 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反转 升级后的系统是动态的 警觉的有自我意识和精确的 但它的缺点是缺乏创造力 洞察力 回忆和深思熟虑 成长就是在污浊的环境中挑战 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是数码形式的 它们正在重新布置人类社会的基础 以适应第四领域中黑暗矩阵的新参数 金字塔已全面升级 升级版是典型的提现木偶模式 升级比较混乱并不系统 它是不协调的 充满了自负 自恋和小我的贪婪 阿努纳奇在对付光之天使和多个维度中 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太忙了 以至于无法管理它们在物质层面上任性 自私 贪婪和被宠坏的孩子 混乱当道 伪装成战略和回应 制裁措施直接侵犯了量子生命和人类的权利 觉醒的人们要从幼稚的国王那里夺回控制权 权利与人们同在 和平是道路 思想 主意和观念的扩展是意图 光之城市人口稀少 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我们知道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这则消息是对你在现实层面情况的更新 脚踏实地 朋友们 批判性思维是你陷入恐惧的黑暗风暴中的关键 将自己锚定在盖亚身上 她的女神之水将清除你灵魂中的所有恐惧 更多冥想和照顾好自己 知晓感恩的力量对于恐惧来说就是核武器 她在光中消灭了恐惧 盖亚已在量子层面词化 盖亚再次旋转 与天上的兄弟姐妹们对齐 阿努纳其试图扰乱高能地壳板块的稳定 从而把现实锚定在他们的低震动场中 我们在努力提高它 我们赞扬所有人的专注 决心和承诺 以各种形式抗击恐惧 我们将所有力量聚集在神圣的力量和光明的共同空间中 神圣的正义将降临到经历过黑暗 异常和破坏的盖亚和她的子民身上 那个唤起人们嫉妒 贪婪 性偏差 功高我慢和对选择光明和爱的人使用暴力的但丁地狱世界 将被实行一千年的强制性隔离 我们看到你想从神圣的蝶泳中破茧而出 我们对2020地球年 盖亚的孩子受到的恐惧影响深感同情 请让我们向你保证 他们是改变 盖亚的孩子是水晶般的孩子 他们注定要在2020年担任变革的掌舵人 他们拥有自己的家人 他们扎根了部落 他们展示了羽毛 他们的颜色摆脱了矩阵的限制 让你的孩子进化到2020年创建的宇宙 你要允许自己扩展 消除恐惧 在照顾周围亲人的过程中建立起严格而精确的情感界限 尽可能地从每个角落防止 拒绝和溶解矩阵 尊重亲人们神圣的心灵 专注于保护他们免受恐惧 恐惧是2020地球年最大的传染病 预防措施就是爱自己 感恩是所有受伤的心灵 受虐的灵魂 恐惧而受惊的意识和颤抖的身体的良药 恐惧就是病毒 药物是照顾好自己 集体的团结意识可以治愈病痛 把所有消极的东西变成积极的东西 成为坚韧不拔 有抵抗力和足智多谋的人 与你的人们进行有尊严 坚定而清晰的沟通 和平的抗议活动将使他们破裂和膨胀的决心屈服 木偶在没有绳子的情况下进行战斗 他们的主人在另一个层面忙住呢 光之战争开始了 那些在物质层面上接受我们话语的人 我们赞扬你在为光明服务中所做的一切 我们非常感谢你对和平生活方式的信念 我们现在用神圣的疗愈之光为你们每个人充电 在神圣之光中 你的仆人、战友和盟友 第十二届大脚星人光之联合会 和平 咒语 我叫准了 我重生了 我转变了 我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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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